1月21日,2019年春运第一天,在西安北车站的一场春运启动快闪活动中,5名留学生格外显眼。 据了解,这5名留学生是西安交通大学的留学生,分别来自尼日利亚、塔吉克斯坦、墨西哥等国家。 平均年龄25岁,他们将走上春运服务岗位,体验中国春运。 当日,为迎接2019年铁路春运,西安北车站开展了宋万福、静万家、郑春连、高铁阳班组、助力新春运等系列活动。 据介绍,阳班组由这5名留学生组成,他们早前经过了一周的一对一港前集中培训, 对语言交流、服务礼仪、服务技巧、安全注意事项等进行了反复训练,以便更好的服务乘车旅客。 给鲁克提供服务,比如说鲁克有需要的,需要帮助的,在火车上,不知道厕所在哪儿,如果想买东西在哪儿,不知道这些需要谁,但是不知道怎么,我可以帮助他们。 记者在西安北车站看到,后车大厅挤满了拿着大包小包的旅客。 阳班组的留学生们为旅客们赠送着祝福的春联,感受和分享中国春节的喜悦。 我在中国已经快五年了,但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中国人是怎么过春节。 通过今天这次活动,帮我更了解中国传统春节日。 据悉,2019年春运西安北车站以探亲、返乡、旅游、客流为主,预计发送旅客615万人次。 其中,阳班组将在春运40天中服务于西城高铁和西宝高铁线路上。 在春运开始前两天,他们将每天上车为旅客服务,之后每周要服务一趟。